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果我今天问说你今天刷牙了吗 那大家会觉得说好像白问 因为根据调查 全国大概九成九的人 每一天都会刷牙 是 这个观念大家都已经有了 都已经有了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有刷没有到 对 有牙刷你让你满目各式各样的 对 还有刷牙方式可能不正确 对 没错 我上次才被一个医师笑说 真的吗 被牙医师 对呀 牙医师说 你三十多岁啊 都快要四十岁了 还不会刷牙 表示你的方法是不对的 对 然后还说像我这样的人 全台湾有将近六成人不会刷牙 真的啊 这么严重啊 从小到大的方式都不对 对 从小的方式不对 或者是有做那个动作 每天重复去做 但是刷得很不确实 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最主要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对 因为其实会引起很多的牙齿的病痛 或者是牙周病啊等等 那么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九成九的人都会刷牙吗 每天 那也有才完九成九的人都有牙周病 啊 九成九的人都有这样 这么容易刷牙还有牙周病 你仔细回想看 如果我们有时候刷用力一点 会不会这个嘴巴就出血了呢 会 一些微微的血丝 好像在我们的那个牙膏的泡沫里面 好像就觉得它理所当然 对 然后专家不是告诉我们那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牙瘾出了问题吗 对不对 那有时候你再想想看 有时候会有这个蛀牙啦 牙痛啦等等 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像这个 找医师报道 对 对 屡医师来报道 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跟牙齿关系还是真的非常密切的 而且专家有告诉我们呢 如果牙齿好的话 整个人身体是比较健康的 对 如果牙齿不好的话 你很难想象它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东西 譬如说这个问题就要问同学了 是真的会有影响吗 好 来 牙周病患的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较高吗 牙齿跟心脏怎么会有关系呢 有没有关呢 好 素卿做了一个很艰难的排列方法 圈在上 然后叉叉在旁边 所以你认为是不一定 然后这个有志认为是圈圈 好了 素卿先来说 我记得早年都认为确实牙周病患的心脏病的风险是高的 而且确实也传出过一些例子 到底两个为什么 怎么会有脸相关联 因为血管都是通的吗 到全身都像脸的吗 虽然说很远的啦 因为之前就有个阿伯他就是啊 他还是牙齿做到都会烂掉 已经痛得要命了 死都不去看牙医师 他想说忍就好了 然后塞什么黑药丸也塞啊 什么都弄了 后来去才发现那个可能已经很严重了 那个菌都不知道随着血液流到哪里 后来就整个连心脏里面都有细菌 对 所以应该是有关的 可是我印象中我如果没有记出 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 后来有一篇研究说其实没有那么相关 真的啊 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应该有这么一篇研究 所以我有一个小差 所以你认为有相关 但是最新的医学研究是用没有那么相关 讲的选之又选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就若即若离啦 好像两个情人好像快要分手 若即若离啦 还有知识圈圈 你问得有关 因为喔 来说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要人命 但我觉得心脏病本来就已经 很容易受刺激 每天这样痛 每天这样动 他是不是心脏病发的机率更高 这有点像硬掰 没错 但是我觉得讲 我觉得还是算蛮有道理的啦 是啊 而且联考的时候对就对 错就错嘛 没有问理由对吧 没有小差 对... 对啊 素心会演耶 好厉害... 不管怎么样 两个都有圈啦 对不对 好 来 两位专家帮我们举一下牌 牙周病患者心脏病发作的几率 是不是比较高呢 都是圈 果然是圈 牙医师 家医师都说 警告我们 都说真的是有关 好 好 牙周病真的要注意一下 来 陈不成医师先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有关呢 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血管的关系 所以它就是有关 的确 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牙齿跟我们的心脏 这么远的地方 怎么会有息息相关嘛 对啊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 刚才我们苏星姐那边有讲到 就是说嘴巴这一部分来讲 跟我们的血管细菌跑进去 然后跑到全身去都有相关 是 那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我们知道牙周病 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 你不去处理它就一直都在那边发炎 那我们知道慢性发炎的话 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一些 耗发的能量也会很多 它需要很多的免疫要去抵抗它 我们身体要花费更多的一些能量 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呢 针对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只要身体在发炎的情况之下 你不把它控制好 都会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牙周病等于牙齿的周边的血管在发炎 它不是只有血管 它是组织在发炎 组织发炎 然后甚至严重的话 它可以到骨头这一部分都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很怪 就是有的时候它发炎了 肿起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按 它消了 对不对 或者是不去管它 过几天它就消了 那是不是它就没有在发炎了 那是因为你免疫力还好 因为你在 对 因为你在 比如说它已经化膿泡在那边了 你把它的膿给挤出来之后 然后那个伤口就好的话 那就免疫力还不错的人 可是很多牙周病它是在生成 它在外面表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已经烂得非常的严重了 那其实不是你这样一按 它就可以完全不见的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的确针对牙周病这一部分来讲 我们讲的是牙周病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有可能会影响到生成的一些组织 就是包含到血管这一块 所以它有可能因为血管这一部分 流细菌 那两种不同的很严重的细菌 一个是链球菌 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就葡萄球菌 这两个类型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 它会从我们的那个血管 跑到我们全身去 然后呢 这些比较特殊的菌种 它会比较黏 它会黏在我们的瓣膜上面 真的啊 所以有些它会黏上去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再长 那就长起来长一坨 然后就叫心内膜炎 长了一坨心内膜炎之后 心内膜炎 对 这个叫做心内膜炎 然后它心内膜发炎之后 它就长一坨在这边的一个菌 菌落在这里的时候 它有可能不小心这个菌落就跑出一块 跑出一块 那跑出去这一块的时候 它就会打到别的地方去 跟着心脏跑出去 打到肺部 打到脑部 然后所以它会导致脑部 肺部 其他全身地方的一些问题 所以发炎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它会导致一些血栓的形成 在发炎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最怕的在我们的心肌梗塞里面 就是讲血栓 所以心脏病的我们都要给它吃R4P0类的 让它不要去拧疾 但是你只要有慢性发炎在 这个的几率就非常的高 所以牙周病患的心脏病发作风险 是没有牙周病患的两倍 天天我们国人你看9乘9都有牙病 那就是糟了 没有错 所以我们真的要不但好好刷牙 而且在器材方面也要好好选 对 工具要选好 那至于我们身体上面呢 跟这个牙齿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这个心脏病以外 对 刚才讲到是心脏 可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系统 你都觉得其实只是一个牙齿 在这个局部的地方啊 怎么会跟我们全身那么多的系统 局势有相关呢 包含什么呢 糖尿病 骨质疏松 呼吸道 甚至到很远很远的 怀孕问题怎么会那么远呢 其实研究从1998年开始 就有很多研究开始在注意 牙齿跟牙周病的问题 是不是跟我们全身都有极顿的 一定的一个问题出现 对 我们来看糖尿病 糖尿病第一个的话 它就是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糖尿病的人 他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当然他的牙齿这一部分 如果有牙周病 他也容易住得更严重 然后也更难去控制这个发炎 这是第一个方向 然后第二个方向 牙齿不好的人 他也会引起我们的血糖控制 就是变得比较难 因为我们知道在发炎的时候 身体会 交感神经会旺 肾上腺会分泌更多 肾上腺分泌更多 然后我们的血糖 就会跟着上来 所以你这一部分来讲 慢性发炎的人 血糖非常难控制 所以它两个方向 一个是本身发炎会导致的 血糖难控制 另外一个是本身你有糖尿病 你控制不好的人 你针对嘴巴的感染 根本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控制 另外一个是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它跟我们的牙齿是非常相关的 因为我们整个牙齿 全部都在我们长在我们的下额 或者骨头 脸部的这些骨头的上面 所以你的骨质 如果有骨质疏松的话 你的牙齿就会根本 它的肌根 会掉牙 根肌其实是不稳的 所以它会摇动 会摇晃 再来就呼吸道这一部分 那呼吸道这一部分 刚才讲到口腔的细菌 它会被吸入到我们的肺部里面 我们叫做吸入性肺炎 所以在老人家这一部分 他很容易常常吃东西呛到的时候 如果他口腔的菌种很多 或者是他的数量很多的话 他呛一口进去的菌量 是足够导致肺炎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吸入性肺炎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嘴巴的细菌量减少 这样子当他不小心呛进去的时候 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肺部 那跟怀孕有什么关呢 怀孕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一定是坐着 我们的高速公路就是血管 细菌跟着进去 跟着血管达到我们的那个 子宫这一部分 影响到怀孕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部分来讲的话 针对严重的牙周病的孕妇来讲的话 他产生早产的婴儿的比率是比较高 比一般的孕妇高出了七倍以上 所以如果您的牙齿没有控制 或者是没有整理好的话 你又是怀孕的话 那就非常的危险 也没想到这牙齿还影响到这么多 还影响到怀孕 胎儿的健康 还有我们全身的器官 几乎都有想到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我们今天真的好好学习 怎么正确地刷牙 第二个好好挑选牙刷 因为现在世界上 工具也很重要 工具太多太多了 而且现在新科技很多 创新科技也就有创新科技的牙刷 我们要好好利用一下 对不对 来 接下来的问同学一个问题 吃完饭以后 应该立刻刷牙吗 是吗 好问题 吃完饭后 就立刻刷牙 一个刷 一个不刷 医药记者不刷 为什么 不是不刷 是不立刻刷 不立刻刷 立马刷牙 你觉得我们又咬文嚼字起来了 对 你们如果写吃完饭后 应该刷牙我就举圈 吃完饭后应该立刻刷牙 我就觉得立刻也太立刻了 因为之前不是讲说 如果你的饭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 你会吃水果 吃水果如果不幸里面有什么 苹果 柠檬汁 或什么很酸的 对 那个时候不是说你的饭囊子 起在不稳定的状态 这时候应该是先漱口再刷牙 对 所以你认为应该先漱口再刷牙 不用那么立刻 来 但是有志说 对 要刷牙 那吕医师跟陈医师都说 嘴巴里面菌有上益 益 但我觉得菜就是很容易 发霉生菌的东西 那既然已经吃那么多 我个人是不一定刷牙 但是我都有漱一杯 一杯这个摆开水的状态 会融融的 融融的 融融的 然后再吐掉下去 这样子可不可以 不安 不安 对 你看 引发出好一个问题 第一个要不要立刻 第二个 漱口行不行代替 第三个 如果又没漱口又没刷牙 行不行 对不对 不要管他 我们的那个菌种会培养 你的培养更多吗 还是怎么样 来 两位专家帮我们举下牌 吃完饭以后 应该立刻刷牙吗 不应该喔 不一定 陈伯纯医师是不一定 好 那究竟吃完饭以后 应该立刻刷牙吗 这个重要的问题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好学会 你今天刷牙了吗 如果有人这样子问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尊敬 对不对 应该是刷牙 表示我口气不好 但是问题是 你说他对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 正确的刷牙 以及如何挑选 很棒 很好 对 好的戏剧 来帮助我们刷牙 又干净又健康 让我们身体健康 但是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我们大家也盘旋在心里面 蛮久的 吃完饭以后 应该立刻刷牙吗 你看两位资深的记者 一个圈 一个叉 一个要刷 一个不刷 一个说不要立刻 一个说漱口也可以 好多答案 对 究竟真正的医学 告诉我们 是应该立刻刷牙 还是怎么样呢 两位专家也举了牌 对不对 对 牙医师是差 一个不一定 对 陈医师是不一定 还是听家医科的 对 先来听听牙医师的意见 先打一架一下好了 对 打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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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落牙齿后 是 来 这个李医师来告诉我们 是不是要立刻还是怎么样 您是说叉叉 是说不用刷牙吗 还是怎么样 首先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牙齿好像是一个很坚固的东西 没有错 牙齿的硬度比骨头还要高 是全身最硬的组织 真的吗 对 但是牙齿很怕酸 怕酸 牙齿就是怕酸这个东西 那通常我们吃完冬饭之后呢 不管吃什么东西 尤其是甜的 例如说喝一杯奶茶 对 就算没有吃东西 喝一个甜的东西 我们的pH值已经降低了 也是下降的 对 几乎都是下降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牙齿的 表面的发狼值 外层的发狼值呢 它会短暂的被酸食掉 对 那被酸食掉之后呢 软化 对 所谓的软化啦 或是去矿化啦 或是酸食一样的意思 就是牙齿表面变软的意思 变软啦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赶快马上刷 那这个表面就会被刷掉 所以发狼值就被刷掉了 就发狼会伤害我们的发狼值 没错 发狼流失的会很快 所以我们为了清洁 反而对发狼值不好 对 这个是pH值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先来漱口 先漱口 对 不管吃什么呢 先漱口 那漱口的用意就是 赶快让这个pH值回到中心 回到正常 赶快把这个酸性稀释掉 那这个时候 通常我们会建议30分钟后啦 但是如果是有漱口的人呢 在3到5分钟后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回到中心 然后这个很重要 唾液会自然去修补牙齿表面层 让它再硬回来 它再硬回来 所以我们的破液 最重要啊 想想看其实大自然也 就帮你设计 因为我们的托液里面呢 有弗里子 那弗里子 就会让刚刚我们说 这个所谓软化的发狼值 会再晃晃 它又再变硬了 所以又再变硬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用正常的 要刷嘛 要软的 这个时候去刷牙 再去刷 就不会伤害发狼值 了解 所以换句话说 大自然设计就是 我们吃完饭以后 还要再聊一下天 谈一下溪 再讲讲话 让口水分泌一下 口水再分泌一下 再去刷牙 不要假装不想付钱 就说那我先去刷牙就走了 是不是 对 不要说不想付钱 对 没错 所以这个牙医师是认为 漱口也可以 对不对 先漱口 然后再刷牙 对 至少要3到5分钟 然后让我们的唾液能够这个 分泌一下 作用一下 分泌一下 要回到中性 对 没错 那陈医师为什么 你有一个圈 一个差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说 我们在吃完饭之后 的确它pH值会下降 对 可是我们的确要做 立刻的口腔处理 但是口腔的处理 除了漱口以外的话 那有些人就是增加一些 唾液分泌的方法 有些人会用无糖口香糖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 或者是一些薄荷的东西 让嘴巴的那个唾液可以分泌一下 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 初步的嘴巴的一些处理 那在刷牙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不一定马上要去刷 可是我们还是建议 如果东西卡在那边 还是要去做一个轻微的刷 因为一般我们在讲刷牙的时候 本来就不能太用力了 我们其实要把东西给挑掉的 最主要这个目的 所以剃牙是OK的咯 我们是用那个牙线的那种 剃牙的方法 去把它去做一些剃牙的一个动作 所以清出来比没清好 一定要把它清出来 宁愿你把它清出来 所以立刻要去做这个部分的 口腔这部分的清洁 但是要不要用刷的方法呢 你自己去选择 那我们要觉得说 如果你要用刷的话 还是要特别刷得对 不要刷得太用力 没错 刚刚吕医师的广告说 有讲说 有数比没数好 最好最差就是都不处理 有没有 继续工作或什么的 那有刷或有漱口 你没漱口要好一些 对不对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 对不对 先漱口 然后三到五分钟 然后拖曳再分泌 然后再刷牙 对 不过要我们餐餐饭后 都刷牙就 有点难耶 如果我再加上下午茶 然后加个吃饼干点心 天哪 好麻烦 对 那其实我们刷牙呢 有很多种刷牙的正确方式 等一下我们会教大家 但是其中有一个 是大家其实都做得太过火了 是 就是刷牙太过用力 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有警觉 对 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牙刷 毛都很硬耶 硬得居多 但是我们不是还是叫这样刷刷刷刷刷刷吗 是啊 可能都把我们的牙齿都损害了 我们请这个吕医师来告诉我们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危机就是牙菌斑 是我们把它刷掉了 还是没刷掉 牙菌斑指的就是没有刷掉的那一层 没刷掉 那这样用力应该会刷掉啦 对啊 那牙菌斑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牙齿表面 因为是吃过东西以后 会有一种黏黏黄 像这样子 黄黄的 对 甚至有的人他会用指甲去抠 抠得下来 黏黏的 对 可以抠得掉 那你看是不是气味的 对 有点味道的这个 那个就是牙菌斑 那是牙菌斑 对 那牙菌斑是什么 那牙菌斑大概是很多很多都细菌了吧 对 牙菌斑就是细菌的衍生物 所以牙菌斑里面可以说几乎都是细菌 细菌量非常地高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它的牙齿表面看起来好像雾雾 对 那这个就是整面都是牙菌斑 整面都是牙菌斑 那其实这个在很多青少年身上都是这样子 因为小朋友在大概国小是最不爱刷牙的 对 或者乱刷 随便刷 因为小朋友他们在国小的时候刚换完牙 那他这时候就可能会对牙齿 刷牙这件事情很好奇 但是又懒得刷 所以在我们的门诊中 最不爱刷的就是小学跟国中生 十几岁小朋友最懒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牙齿常常都会这样子 都会这样 对 那大家注意看它的牙齿有一点点红红的 有红喔 颜线这边都红红的 红红的 胖胖的 对 好像肿肿的 这个就是因为牙菌斑 那整个牙齿都在发炎了 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青少年 所以还有的去 他还在牙齿炎 对 牙齿炎 就是单纯的发炎 牙周还没有破坏 那这边呢 这个 好 这个case 它也很明显 这个整个都一整球的 牙齿是整块胖胖的 对 整块 对 牙齿应该是尖尖细细的 扁扁的 这里 对不对 整球的 然后这里也是特别红 大家注意看喔 而且又鼓起来了 对 接近牙齿的这个线 全部都红了 如果说大家刷牙的力道 已经让手背有感觉 那就是太大了 或者是说我们的刷毛 如果放在手背上这样刷 毛是变形的 那也是太大了 毛变形也太大了 可是我们牙刷用久了 毛都变形 那就该丢掉了 可是我通常一个月 就换一支牙刷 那也对啊 那可能太用力 还是 你一个月就会变形 你一个月已经分岔了 对 我一个月就分岔了 就是整个已经 像有一些男士刷牙好用 整个都爆炸头了 已经像刷皮鞋 那个就是真的是很明显 太用力了 我也是 这样讲我就有标准了 就一个月就一次了嘛 用牙刷的刷毛 也是一个判断标准 那就表示要换牙刷 以及刷太大了 好像有时候医生 从牙齿也看得出来 那已经刷超用力 对 例如说我们看这个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颗牙齿好像特别长 对啊 好像很瘦长 特别长 瘦长 因为它从这一节以下 都是牙根 被刷掉 被刷出来了 对 因为牙龄缩掉了 牙龄被牙刷 或者是因为发炎 那这个可以只因为 就它的牙龄本来应该在这里 一直对 对 下降了 很多中老年人都是这样子 牙齿都比较好长 对 那就是其实牙龄缩得很厉害 那缩出来的这一段都是牙根 牙根没有发狼值 所以牙根只要露出来 它就更容易软化 那它就会凹进去 然后就开始很敏感 所以很多成年人说 现在牙齿很敏感 我是不是有敏感性牙齿 就这样 很多都是因为刷了 根本就太用力 太用力 对 所以其实真的不用那么用力 真的 所以多久换一次牙刷 就是比如说我自己观察 我自己牙刷 多久毛这样子 有专家告诉我们说 如果毛倒了 就要换牙刷 但是多久倒才是比较不用力 其实我个人 就算刷三个月 毛都没有变形的 真的喔 那好厉害喔 力道的问题 那就不用换牙刷 还是要换 还是要换 只是说自己的力道至少是对的 对 那至少可以省 看一下自己的力道 因为通常我们三个月呢 牙刷上一定是有细菌 不可能情感进去 对 没错 真的 尤其牙刷我们通常都放在浴室 或是很潮湿的地方 所以也会有霉菌 肯定潮湿 对 所以牙刷 我们通常会建议三个月 就算没有变形 就算没有分岔 也要换 也好啦 三个月换一个颜色 或者三个月换一个品牌 也不错啦 对不对 换一个心情 所以这个是牙刷斑 那牙刷斑基本上是细菌的集合 我们看这边的资料说 常见的细菌有500到700种 在口腔里面 那么他们的安乐窝 是牙刷斑 好快乐天堂就对了 对 所以牙刷斑 他们是在安乐窝 那牙刷斑堆积很容易造成生病的情况 包括了牙结石 牙盈炎 牙周病跟蛀牙 这四个就是大象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几乎问题都是来自 最讨厌的牙刷斑 就是细菌的集合体 他们安乐窝 他们在那里安乐 我们的牙齿也就不安乐了 好可怕 对 那第二个就是牙周病 这个就比刚刚那个严重了 对不对 对 这几张都已经到达牙周病的程度 这些是病得很严重了吧 这是牙齿都没有 我们好像还没这样子 这些除了这个 它真的已经缺牙之外 其实这几个是很常见 这很常见 这几个算是很常 尤其是中年之后 40岁以上的人 这几个很常见 那为什么都这样黑黑 是不是刷牙没刷干净还是怎么样 像这个图呢 它的牙结石是这个东西 这是牙结石 对 那这种颜色很明显的 这个比较像是染色 咖啡色 例如说腌垢 像这个很像是腌垢 了解 所谓的腌垢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蛀牙 例如这个地方 这种就是牙根蛀掉了 对 蛀牙 而且它的牙齿也变长了 所以刷牙有刷到牙根的那个地方 都刷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洞非常的大 缺牙了 这个地方非常大呢 它还没有缺牙喔 没有缺牙喔 牙周病很厉害 牙齿都位移了 牙齿位移 因为牙周病很严重的人呢 骨头会变少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牙齿和骨头变少 那相当于一个房子 地基一直在流失 房子可能会倒 房子东倒西歪 空出一个空地 所以很多人牙周病一严重 牙齿形状变得很奇怪 那就要在这里再指一个牙吗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治疗 要先治疗牙周病 先治疗牙周病 牙周病是最重要 一定要先控制发炎 那这个呢也是还蛮 对 像这位也是 牙齿变超级长 超级长 这个也都是位移的很厉害 对 还有这个也是 这个也没有 牙齿也变细了对不对 它是因为它散开了 散开 对 牙齿会散开 牵牙会散开 也是因为牙周的关系 它都没有地基了 所以咬东西一咬 它一受力 它很容易就位移 那这个像怎么只剩牙 两颗牙齿了呢 这个就是呢 它很明显的是 这个案子很明显的是 因为它是牙周病拔掉 那我们通常拔牙 会有两大因素 一个是蛀牙 一个是牙周病 对 那这个案子呢 它就是牙周病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齿槽骨 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萎缩到这么低的地方 本来应该要到这个地方的 对 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看它的骨头 拔掉样就可以知道 它是为什么拔掉 那这怎么办 这样连假牙都很难弄上去了 对 没错 这样子要装假牙 尤其是如果是 像有些老年人 有些长辈是装活动假牙 那他们这个时候就会很不舒服 因为它牙床很少 很瘦 那直接压在这个 这么窄小的牙床上 会很不舒服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还要来直牙的话呢 还要先做补骨的动作 补骨 对 那这个补的骨头补回来 我们都不能吃东西 对 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我们最好都不要 我们的牙齿 观众朋友不要进到这个程度了 对 太可怕了 顶多到这边 顶多 最好也不要 我们好好刷牙 最好也不要 这个当然也不要 但是感觉上这个好像健康一点 还有救 没错 赶快好好学习怎么样刷牙 对啊 牙齿不好 美食都不能吃了 对 没错 那当然牙周病 我们知道 像刚刚这个驴师都看到了 有的是牙龄发炎 对不对 有的是这个牙周的囊带出了问题 有的是牙龄 有的是造成这个肉的这个部分 一直一直退缩 一直退缩 对 或者是骨质流失 把这整个牙齿都露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牙齿 本来没有那么大 对 本来是正常的伞 越来越大越长 变长了 像细节鬼一样 所以我们千万要好好保护 我们自己的牙齿 那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发觉 自己有没有牙周病 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说 龙刷牙有点流血 是不是就是有牙周病 轻微的牙周病 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另外市面上的这个牙刷 琳琅满目 好多种 一大堆 我们来看一下 仔细看 背肠看牙刷 全方位多动向牙刷 抗敏 抗敏的 牙刷 单数毛刷 对 木糖唇 抗敏 木糖唇也有 对 也有 木糖唇 然后这个叫做 软毛窄头截缝牙刷 对 这个最有趣的 这个360度 滚纹软毛牙刷 这个高科技 它好棉花糖的 这个包怎么用 另外当然还有很多什么 双核心的牙刷 还有长头的 短头的 当然还有另外这个 创新科技的 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叫做 这个音波振动牙刷 它透过音波振动的方式 来让我们的牙刷刷得更 牙齿刷得更干净 那究竟牙刷要怎么选择 以及我们怎么知不知道 我们自己有牙周病呢 过进广告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待会在这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要教大家 教大家正确刷牙跟选牙刷 就再当一次小学生好了 因为牙齿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 而且我们居然有 这么多成年人牙刷 刷牙都错误 而且有很多这个 创新的科技 这个牙刷的发明 各种各种种种方式 用电的 用这个音波的振动方式 让我们刷更好 也是蛮新的 让我们这个牙齿的很多 脏东西能够用音波振动的方式 把它振出来 也是不错的 那在这个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当然牙周病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发觉自己有牙周病 是不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刷牙有流血的感觉 那个是其中之一的方法 对不对 对 没错 其实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我们就顺便检查自己的牙齿 所以我们慢慢刷 慢慢地检查 那检查什么 这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刚才所说的 会不会牙齦流血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太用力 它也会牙齦流血 所以那时候你在刷牙的时候 也要知道小力一点 所以要自己检查一下 牙齦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流血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看看自己 有没有口臭呼吸 有没有蓝的味道 这也是牙周病吗 对 你知道吗 整个嘴巴都是细菌 在那边腐蚀你的嘴巴的时候 怎么会不会产生臭味呢 一定会的 而且你吃的东西 然后菌 刚才看到那些牙菌斑在上面的话 这些牙菌斑都会导致你的口气 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要特别要注意一下 这个口气的问题 再来呢 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牙齦 会不会有肿 或者是红 或者是痛 这个很重要 红肿 热 痛 发炎的现象 所以慢慢刷 然后你牙刷如果轻轻的碰到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有这些症状的话 特别要去注意一下 应该是有牙周病的问题 特别注意一下 再来呢 我们在压集牙龈的时候呢 看看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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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它会跟着那个牙龈跟牙齿之间 就流出来嘛 对 所以稍微呢 在做的时候 用牙刷这样稍微用一下 看看有没有 然后我们牙齿有没有摇动或松动 刚刚所说的 地基不稳的情况之下 牙齿绝对会是不稳的 所以你在刷的时候 发现它有一些摇动 松动的情况出现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不理它耶 这不好啦 因为去看牙医师通常都蛮贵的 牙齿 真的啊 这是确实啊 所以 所以我们如果提早去预防 就不会刷牙刷好的话 自己有再照顾的话 就不会把它放到那时候了 那牙齿跟牙印之间的缝隙 有没有出现 你会觉得说缝隙出现 缝隙大就会有了吗 刚刚所说会移开 会移位 它移位之后缝隙 刚刚那张照片 我们刚刚看过的 就会出现 以前觉得那个缝隙没那么大 怎么越来越大咧 那或者是感觉好像怪怪的 好像跟之前长得不大一样 注意 吃东西的时候 牙齿的咬合有没有改变 牙齿移位了 咬合一定会改变 所以吃东西会觉得卡卡的 或者是吃东西觉得位置 好像不大对的话 特别去注意一下 咬合的一个变化 再来呢 装戴假牙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 刚刚说假牙要放在我们骨头的上面 所以我们的地基不见的时候 它其实假牙就没办法好好的装上去 它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但是任何的变化 松动啊 装不上去 好像有整个问题 或者是牙影又肿起来 卡一卡不进去的时候 任何的变化都要做 就都告诉我们牙影已经在发炎了 花一点点时间 每一天花一点点 我们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也对了 所以这八点呢 蛮重要的 观众朋友可以检查看看 马上去刷牙的时候 就可以检查看看 是不是有这些情况呢 如果有的话 可能有牙周病 那就必须要向这个 李医师那边去报道了 好 那李医师这边也要教我们 正确的背式刷牙法 在教那个之前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错误的刷牙有什么 东西是错误的 这里列出了 洋洋沙沙 五大错误耶 对 这五个都很常见 尤其是第一个 大家刚刚很惊讶的 那关于力道的问题 力 太大力 对 太大力的问题 那到底什么叫大力 什么叫小力呢 那力道 我们刚刚有强调的就是呢 第一就是那个刷毛 一定要是软刷毛 或是血牙周病专用 或是抗敏感专用 那东西表示是软刷毛 对 那软刷 如果是软刷毛的话 拿来刷手背 那个毛不应该变形 所以你建议我们买牙刷 买软毛的 对 买软毛的 但是也不能太软 还不能太软喔 对 太软的话就会变成 根本就刷不干净 没刷到 对 买一般的软毛就好 那是长一点好 还是短一点好 头要越小越好 头越小越好 为什么呢 那这个的话 我们大家看第五店 对 关于大小 我们大家来看第五店 用大牙刷才刷得干净 这是一个很常见迷思 因为大家会觉得 越大效率越好 其实反而相反 你那个是刷鞋的吧 这个 这是刷谁的 应该是罗友庆的吧 这个应该是刷马的吧 我都用洗衣刷 马的这个就嫌小了 就是他齿间刷 好 这个因为大牙刷 好像一次可以刷很多 可是事实上 我们死角就刷不到了 尤其是很多 对 像我们台湾很多女性的 这个地方很窄 对 那就是刷上面 最常见就是 上面的最后一颗的外面 根本没有刷到 您是来用这个来指示一下 哪里会没刷到呢 最容易刷不到 因为是女孩子 就是这个地方 这边那边吗 上面 哪里会刷不到 主要就是这个上面的最后面 然后外侧 上面最后面的外侧 对 这边是很多脸小的人 脸小的人最刷不到 就是这个里面 再说自己啦 对 所以就是后面啦 像柔友字都没有这个困难 对啊 没有 我也应该刷不到 我可以刷到后面去都可以 我左右两边都刷不到 而且各两颗这样好不好 所以脸小的人 一定要用更小的牙刷 例如说有一些女性 我们会建议根本就是 用儿童牙刷最适合 对了 没有 甚至成人的都太大 只是儿童牙刷 柄比较短 柄比较短 对 手可能不好握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选这个牙刷的时候呢 是 应该要怎么选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些牙刷 好 这边我们都贴起来了 它的功能 那比如说这一支 很明显它就头相当的大 对 这是大头的 对 它是写长头 软毛 对 它是软头 所以对了一个应该软毛 对不对 但是它太大了 那医生 我问你一下 我们看到很多牙刷 它现在毛都这种参差不起 对 感觉上好像很糖 那这样子我们要选这样子 没有造型 还是选平头的 这个毛是平的 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是我们很看重的重点嘛 所以这个刷毛的形状 不是很重要 还有那个 还有中间凹外面高的那样子 对 那还有那种中间 什么护舌结舌效果的 还有圆圈圈的 那那些都不重要是不是 最重要就是大小 大小 整体大小 例如说大家看这两支 对啊 这差很多 我们要应该买这样子的 越小越好 尤其是男性也是要小 因为 总是有死角 没有人都有死角 了解 那这个全部包覆起来 我就没死角 对 那这个是怎样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如果要刷到最后面 根本就 塞不进去了 没有人的脸颊 有一个那么大的空间 可是它的好处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一次刷两边 算这样好 观众朋友仔细看一下 这是两边的 整个包起来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刷的话 可以一次刷到摸的这个 我们牙齿都是摸 对 一次可以刷三面 对 它的设计原理是这样 可是其实我们刷牙最重要的是 牙龈交界处 不是牙齿本身 不是牙齿不是牙龈交界处 不是牙齿本身 所以这个就没效 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刷到牙龈 不可能刷到牙龈 对 所以这个设计是 空有创意 实际上可能 他就刷完上面 你在换牙刷刷旁边 就设计的时候 没有问过牙医师说 刷牙的重点是哪 对 然后这个也就是我们广告说的 牙医师不推荐 对不对 不推荐 好 那另外还有这个圆圆的 这种是什么牙刷呢 这个叫做360度滚轮牙刷 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个牙刷的用意也是一样 它只能刷平面的 例如说这个头也是很胖 它这么胖 这个后面会进不去 对 也是没用的 那再来就是它这个牙缝也很难进去 因为它是滚轮状 所以它只能刷平面 可是我们牙齿的平面非常少 尤其是平面大概就只有 这个可能前面 了解 左边 右边 但是内侧就很难刷到了 没错 那现在有这种音波振动牙刷 那这个就很新科技 对不对 那像这种音波振动牙刷又怎么样 你看这个头也算小 对不对 然后毛也算软 那这种Obo K呢 这种牙刷它跟我们手动牙刷 最大的差别是它会自己震动 它是电脑来控制力道的 所以可以比较省力吗 它的力道是手动牙刷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费力 不用再轻伤到牙医 对 那事实上我们用了 也就不会弄得太大力了 对 如果用这个真的很简单 只要放上去震就可以了 我已经有一直听到声音了 对 这样子我来示范一下好了 对 蛮舒服的耶 观众朋友听到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好像按摩 你看 好舒服喔 对 它会有一个按摩的声音 按摩的音道 这个牙齿应该也蛮高兴的 对 好舒服喔 所以然后这样子刷吗 对 我们直接靠在这个牙齿上 来 示范一下 那靠在牙齿上重点是要靠到牙肉 要靠到牙肉 对 所以直接放在牙肉跟牙齿交进去 所以它这样的速度跟力道也不会伤害牙齦 就是牙肉不会痛的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太用力 有的人还是很习惯会去用力压它 它自己会停掉 那我们只要摆在上面就可以 对 我们只要摆 我们不用动 甚至不用动 然后再换位置 对 正正 然后换到下两颗 下两颗 而且它的头不大 所以它可以控制一次只刷两颗 这就是很标准的牙齿 而且它可以调力量的大小 对 例如说敏感专用的 或者是说生轻效果专用 对 我们看这里有三个点 它基本上它这里可以有 加一段 三段 对 三段 两段 不同的模型 两段 这样好玩喔 一段 安生哥 你看这边 你看 它把它放上去 然后整个水波纹都在动 对 整个波纹都在动 好 来 那我这边也示范一下 就好了 这边对观众朋友看得更清楚了 对 因为它是音波振动的 我们刚刚只有听它声音 看不到它的振动 那如果这个假设是牙齿有水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音波振动的情况 这样子 就水就有振动起来 对 整个水会带动 那这样子的话 有很多牙菌斑 很多食物残渣 可以冲出来 就不断地把它振振振振出来 等于是用音波振动的方式 就是把我们牙齿的牙菌斑 细菌 还有脏东西把它振出来 对 靠这个水流把它振出来 然后也可以按摩 那它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振动牙刷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振动牙刷不会强调水振动这个功能 那因为我们的音波牙刷 其实它是会带动口内 一定会有一些水 例如说唾液啦 或是漱口那个水分 那就可以让这个音波牙刷 振动的这个水分之后呢 水分在整个造成一个水流的效果 所以牙菌斑很容易被冲刷掉 所以它清得比较干净 对 它是利用水来帮助 两位同学要不要示范一下 觉得感觉如何 它都会用动 都会用动 对 我们只要放着 好舒服 就摆着 根本不用太用力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好好用 很像在按摩 对 因为重点是牙引要按摩不到 牙引 做到我们做不到 因为如果要这种振动 大概手要... 对 我们手绝在振动 它如果这样就要加码 对 如果我们自己动 自己振动又太大的力 那它透过这个音波振动 应该到达手劲 我觉得如果按第一段的时候 觉得是在按摩 第二段你就觉得它有刷牙的感觉 有清洁 它除了那个按之外 它会有一些清洁的感觉 对 第三段 第三段我还没事 就大力一点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比较创新科技的方法 第三段就很猛了 第三段很猛了 第三段怎么样 很猛 很猛 所以 必然而已啦 看第一段或第二段 拼了吗 有这个来试一下 但是即使是很猛也不会痛 对 其实你牙齿很好耶 它都没有注牙耶 快了啦 快了 我看它牙齿蛮大科的 应该是也有牙周病的倾向 你看 有志你看喔 给观众朋友看你的下牌的牙齿 有没有 下牌的前面 它们也算太优励对不对 它的门牙区有一点 已经有一点 太长了 对不对 太长了 有志 我以一个快50岁的人来讲 这样不错了 OK了是不是 对啊 已经保养了还算 保养OK 好用喔 好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创新科技还是不错的 好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错误的方式 比如说刷的时间很短 那像我刚刚讲说 唱一首歌的时间 是不是差不多 要三到五分钟 这样才比较太多 就是两分钟以上就够了 真的 不用唱那么久 那一首歌更好 我们平均 台湾人平均刷的时间 46秒 对 像赶火车一样 真的 太短了 因为很多人刷牙的方式就是 左边 前面 右边 对 然后里面再一次 左边 前面 右边 死角都没有照顾到 对 还有刷牙时间不对 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刷牙呢 基本上就是吃完东西后 半小时以后 那有很多人会在刷牙前 吃早餐前先刷牙 就起来第一件事情是 刷牙跟喝水 很多人会这样子的习惯 可是事实上这样子会变成 早餐吃完之后 并没有刷牙 那下一次刷牙可能是回家的时间 了解 还有错误四是 口腔干燥 熬夜 喝水太少 这对牙齿也是不好的 对 因为我们的唾液呢 它有很强的自清效果 唾液非常重要 可是到了晚上 甚至入眠之后呢 唾液就会减少 会分泌 分泌会减少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牙菌斑很容易会滋生 开始变厚变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会建议 其实多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要多喝水 那你的刷牙 是不是以上五种的错误方式呢 如果有错的话 赶快改它 那么这个正确的被试刷牙法 又是怎么刷呢 那么音波震动的方式 也可以用被试刷牙法来刷吗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平常牙刷都摆在很潮湿的浴室 所以其实我有仔细看 我的牙刷好像蛮容易长那个 霉啊 对 真的喔 因为我又住在湖旁边 所以我们家湿气特别重 就是湖光山色的好地方 那今天这个 这个叫做音波震动牙刷 其实有想到 你看这个还有附赠这个 蛮高科技的 这个摆在这里 还可以放牙刷消毒喔 对 可以放牙刷 这个是紫外线杀菌 紫外线杀菌 要不然你想想看 牙刷如果细菌很多的话 那我们再刷牙 那不是更糟了吗 对不对 然后一按 你看 就亮灯了 对 你看 紫外线的亮灯出来 表示它在杀菌中 所以我们平常这个牙刷 如果这样子保养的话 也蛮不错的 那另外呢 这个就需要你来介绍了 这个叫做 就是牙线机 真的 这叫牙线机 对 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在刷牙之前 不是会先用牙线 把那个牙构削掉吗 那这个就是代替牙线的功能 里面装水 里面有装水 装水 装水之后 你看看清楚 噴水 有没有再一直 噴到那边 这么远 很强 对不对 可是它其实你把它放在你的牙线 所以它就是用强力的小水柱 放在牙的牙齿跟牙齿中间 然后它就把那边 把它冲出来 代替牙线 没错 而且很方便 那这个效果应该也不错 对不对 这个跟传统冲牙肌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真的有什么差别 因为传统冲牙肌的水柱很粗 对 这个是有点像物状的 对 那冲久了 而且传统的冲牙肌 你还是私用的那种 对不对 就是有另外一种冲牙肌 市面上也有的 也买得到 但它没有所谓的气流 所以这个效果应该也不错 对 可以让我们牙齿缝尖尖 因为牙刷刷可能刷不到 用这个机器 它力量比较强 力量很强 可以把它冲出来 可是它这样子又细 可是它这样子不会不舒服 真的 其实你吃东西会有一种快感 对 真的吗 有跑出来的快感 对 就是有畅通的感觉 真的 就是这样 尤其是在旧食之间 有时候有些缝隙很难刷到 以前都要用牙线抠来抠来 用牙线也很难 而且有时候牙尖刷 它这个有时候洞没那么大 就是没有大到可以用牙尖刷 可是用牙线又觉得说 如果不用用那种不够 但是记得冲出来的水应该要吐掉吧 是啊 不要把它喝下去了 不要喝下去 要吐掉 那如果背试刷牙法的话 用这种新式的这个 音波振动的牙刷 那因为它已经会音波振动了 那还需要背试吗 还是还是需要 那怎么样刷呢 正确刷牙方法 例如说我们看这个牙齿好了 那这个牙刷 因为我们刚刚说 它就不用左右 也不用上下 都不需要 只要放着就可以 但是放的地方非常重要 像我们通常会以为牙齿最脏吧 所以就放在牙齿上 但其实脏的地方是牙齿跟牙齦交界 交界这个区域 所以放的时候要朝向牙肉 虽然有点像上朝蛋牙肉这样 对 例如说上排我们就朝上 那下排就是朝下 怎么朝下法 45度斜斜的 45度斜的 对 45度斜着 那这个时候它这样 它这个时候震动 脏的东西就可以从牙齦中代谢出来 怎么可以跑出来 牙齦也可以按摩到 而且这样好舒服 那如果我们用一把正常的牙刷 要怎么样刷牙呢 正常的牙刷就真的比较麻烦 背试刷牙法 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还要一次只能刷两颗 还要慢慢刷 对 一次刷两颗 力道就不可能太大 然后一样斜斜地往上 那下排往下 所以下排往下 上排往上 那一次只能刷两颗 刷两颗 那后面怎么刷呢 后面就不太容易了 对 后面的内侧其实就不好刷 不太好刷 对 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 刷头要越小越好 所以还是用这个 那我们有的人 有的人因为这样面很多 有的人这样横地这样刷好不好 或者是这样子 要这样直地这样刷吗 所谓的直横刷 或者是还有这种 还是旋转 这种方式 或是旋转圈圈圈的方式 其实背试刷牙法 就是我们现在公认最好的 刷牙法是横刷 横刷 是横刷 是横刷 那如果用这个硬波振动牙刷的话 其实就没有方向的问题 我们只要努力就好 45度角 放着就好 所以这也是懒人刷牙法之一 也不错 对 而且还要按摩吧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对啊 很舒服啊 我刚刚一直在按啊 这里给大家按摩 按摩 按摩 为什么横刷比较好 为什么横刷比较好